江君也是我们生意人的守护神 这是第三个位置 第一个在地行位 第二个在河边 最后才到今天这个位置 未来祝孙江君庙 会呈现的是干净的 清爽的 我们不是全部繁星 尽量可以让它修旧如旧 任何一座庙 它不会说永远不会变 但是它对于这个老的部分 它没有去改变它 这个是最重要的 感谢观看